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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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来看《江南教师》 真的很喜欢看强国的新闻 真的 當是娱乐去看 因为真的很愣, 很少打出新闻 今天看新闻 看到一宗在上海, 不知道北京 有个女人 就因为家里拆签 所以要搞那些 搞那些手续 那她姐姐洞留好 被人拆签, 帮她搞手续 那她就去到 要找公安证明她是 她是 她姐姐的妹 那去到 你公安竟然说, 就算是同一个老爸老母生 都不可以 證明你们就是姊妹 你说是不是很可笑 就算你拉住自己 自己的身份证 都不可以 都证明不到 你就是你自己 你要去证明你自己是你自己 你说是不是很狠狠 這件事真的很狠好笑 那她们就去到法院 那法院就不来她们 就叫她找公安幫忙 公安就说 公安都说 就算你们是同一个老爸老母生 都证明不到 你们就是亲姐妹 那她又告到法院 法院竟然说她们搞事 那她就扣押了她们 那然后 最好搞笑 她的律师 就去区留所 要见她 就要在公安搞手续 那然后公安就说 她律师的印太蒙了 就拒绝不让她去见她 整件事 真的很狠好笑 因为 之前 之前习近平都不知道哪个方刚 都谴责过这些 他都说 他都说这些事是 好多余 你要去证明自己 就是自己 证明你老母是你老母 证明你老爸是你老爸 这些事 真的很狠狠 在这些鬼角 你一天不死 一天都有新闻 每天都有笑话 看 大哥 就算拿着出世 拿着身份证 拿着護照 你也证明不到 你自己就是你自己 在这种地方 你说是不是瘋了 说真的 还说 上面的经济可能真的会好过香港 但是在一个法制不完善的地方 这么狠狠的地方 想说强过香港 天荒夜谭 你瘋了 你 那大陆的新闻 真是 一小自知 当看这个 当娱乐下 那就算了 大家 好 好